早晨,歡迎大家回來 我倆活湯尼的一字直千金 又是廣東話粵語的第35輯大合集 包括有潮語、詩詞、里語、鐵喉語、歌謠、儀歌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鈴鐺和旁邊的鈴鐺 我就立刻開始點動按檔給大家 首先跟大家輕鬆地送上一首儀歌 亦都是一首童謠 河邊有隻爺 河邊有隻羊 羊邊有隻爺 爺邊有隻馬鈴鐺 好像你這樣 馬鈴鐺 馬鈴鐺 氣氛跳跳渣 又怕樹又落地 天狀歡喜喜 爐邊有隻牛 牛邊有隻爺 爺邊有隻小青蛙 好似我 好似他這樣 小青蛙 小青蛙 笑青蛙 氣氛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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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 跳跳 天 歡喜喜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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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n 爺爺爺 爺爺爺 大家看一個成語故事 如宮而山 不過我們這次特別一點 就是用文言文給大家解釋這個成語故事 太行 黃屋而山 方七百里 高萬人 本在汽州之南 河陽之北 北山如宮者 尼且九十 面山而居 程山北之室 出入之於也 太行和黃屋這兩座大山 方圓有七百里之闊 高萬人 一人大概是七至八堂尺 本在汽州之南 在汽州的南面 河陽的北面 山北 愚公者 北面的山有一個人叫做愚公 年者九十 年紀大約是九十歲 面山而居 在北面的山 面山而居 就是他的家是向北的 程山北之室 就是被北山的左室 阻住他去南面 出入之於緩 出入的時候是非常之緩緩和曲折的 聚失而謀之 不以雨 北力平險 只通雨南 達於漢陰可苦 聚失而謀之 就是集合家庭的會議 不以雨 北力平險 就是我和你們一起去產平這座山 只通雨南 直至我們通去到雨南 就是淮南地區一帶 達於漢陰 就直至去到漢陰可苦 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雜言相許 其妻獻儀藥 以君之力 曾不能損 恢復之憂 如太行和屋何 且燕至土石 雜藥 投之渤海之美 忍土之北 俗述子孫 何淡者三夫 扣石狠釀 其勤混於潑海之美 倫人驚成士之相妻 有為難 此勤 跳往座之 寒暑逆折 此一返焉 雜言相許 就是大家都同意 其妻獻已弱 但她的太太就覺得有問題 提出意見 以君之力 曾不能損 恢復之憂 以你現在的力 就算是恢復這座小的山 你都不可以損毀它 何況是太行和和屋這兩座巨山 且燕至土石 如果你作了這座山 這土石就擺去哪裏呢 雜藥投於渤海之美 我們可以將這土石倒過去渤海的海邊 隱土之北 就是隱土的北邊 俗述子孫 何擔者三夫 接著她就帶領了子孫 有三個的壯岩 去擔擔台台 扣石狠釀 鑽開石 掘開土壤 激勤混於渤海之溫 激勤是古代 用來擔泥石的一些竹籃 鄰人 京城市之雙妻 有為難 隔離屋 京城市 京城是雙性 姓京城的雙妻 即是寡婦 有為難 有一個為福子 此缺就是只有三至四歲 跳往坐姿都來幫忙 寒暑逆節 此一返煙 經過一年的季節 夏天和冬天 此一返煙 只可以往返一次 去倒沙石去渤海之邊 何曲至首 笑兒子之藥 甚以與之不諱 以殘年之力 曾不能為山之一無 其如土石可 山不如宮 長息藥 與心之故 故不可切 曾不若 相妻若子 雖我之死 有子存煙 子又生孫 孫又生子 子又有子 子又有孫 子子孫孫 無窮貴也 而山不增加 何虎而不平也 何曲至首 忘以應 粗蛇之神 問之 巨其不已也 告之於帝 帝錦其成 命跨何事 義子赴二山 一息索東 一息雍南 自此 棄之南 漢之音 無隆斂煙 何曲有一位 自己認為 智者 去笑這個餘工 就說以你的力 以你的殘年的餘力 並不能夠毀這座山的一條毛 何況 你是怎樣去處理他的石呢 北山餘工 碳色藥 餘工就說了 你之環固 真是不能夠改變 雖然我的妻兒是比較弱 我會死 但是我的兒子會生孫 我的孫會生兒子 我的兒子又有孫 孫又有兒子 兒子孫孫 無窮無盡 而山是不會增加的 終有一天 我會產平坐山 何曲至首 忘以應 何曲至首 就無話去應答了 粗蛇之神問之 粗蛇之神是古代神話傳說裏面的 粗蛇的一個力量很巨大的神 是畏懼這個餘工 終有一天會產平這座山 告之於帝 就告上給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覺得這個餘工很有誠心 很有毅力 於是就命令花俄氏 花俄氏是兩父子非常之大力的兩個神 就將這兩座山移去東面和南面 之後南北這兩座山就不再壟斷 不再妨礙這個餘工去移這個座山了 這個成語故事是講解了我們要克服困難 我們必須堅持不懈 努力下去 就算是一小一小步去做 我們都應該做下去 好了 今集的廣東話語語 脆語 脆文 又講到這裏 在下一集再和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事 Adiyo! Hasta la vista!